耶利米哀歌第五章 以西結書第一章 尚主哦,請記住我們的遭遇 請看看我們怎樣蒙羞受辱 我們繼承的產業已被轉交陌生人 我們的家園已給了外族人 我們是沒有父親的孤兒 我們的母親成了寡婦 我們不得不買水來喝 甚至連柴火都十分昂貴 追趕我們的快踩到我們的腳後筋了 我們筋皮力盡卻不得血色 為了得到足夠的食物活命 我們臣服於埃及和亞術 我們的祖先犯了罪 但他們已經死了 他們應受的懲罰 現在由我們來承受 現在奴隸成了我們的主人 再沒有人來救我們了 鄉間捕虐還行 我們要冒著生命危險尋找食物 饑草使我們皮膚發黑 就像在爐中敲過一樣 耶路撒冷的婦女 又大割成的少女 都被我們的敵人強姦 我們的首領被吊起來受折磨 我們的長老也被滅視 年輕的男子都被帶去推磨 男孩在木柴的重壓下 步你滿山 長老不再安坐在城門口 年輕人也不再跳舞過場 歡樂已從我們心中誓去 我們的武道變成了哀悼 花冠已經從我們頭上掉落 為我們哭一霸 因為我們犯了罪 我們的心沮喪屈滿 我們的雙眼因流淚而昏化 因耶路撒冷空直荒涼 成了柴狗出沒之地 但尚主啊 你永遠不變 你的皇位萬代長存 你為什麼一直忘記我們呢 為什麼離棄我們這麼久呢 尚主啊 求你復興我們 帶我們重新回到你那裡 從前的喜樂 再次給我們吧 難道你徹底棄絕我們了嗎 你還在生我們的氣嗎 以西傑書 第一章 我三十歲那年的七月三十一日 我和猶大秘魯的人 同在巴比倫的加布魯河邊 那時天開了 我看見了上主的異仗 這時發生在約雅根王秘魯的第五年 在巴比倫人之地的加巴魯河邊 上主把這個信息吸了布西的兒子祭師 以西傑 那時他感到上主按手在他身上 我觀看 只見風暴從北方刮來 正挾帶著 一團巨大的雲 向前推進 電光閃射 發出耀眼的光 雲中有火 火的中央 似有虎柏再閃閃發亮 從雲中央來了四個活物 他們看起來就像人一樣 只是每個活物有四張簾和四隻翅膀 他們的腿不直 腳上有小牛那樣的蹄 將被擦亮的銅一樣發光 每隻翅膀下面都能見到人的手 因此四個活物各有四張簾和四隻翅膀 每個活物的翅膀與兩旁活物的翅膀相互觸碰 每個活物都可以朝任何方向往前直行 無需轉身 每個活物的前面都是人的臉 右面是獅子的臉 左面是牛的臉 後面是鷹的臉 他們都有兩對張開的翅膀 一對張開跟兩邊活物的翅膀觸碰 另一對遮住自己的身體 上主的臉要去哪個方向 他們就往哪個方向去 他們可以朝任何方向往前直行 無需轉身 活物看似明亮的火炭 右像耀眼的火具 看來有閃電在他們之間來回閃動 他們也像閃電那樣來回飛動 我看著這些活物 見他們旁邊有四個著地的輪子 每個活物各有一個 輪子閃閃發光 像是綠寶石造的 四個輪子看起來一模一樣 每個輪子裡都另有一個輪子 可以橫向轉動 活物可以朝面向的四個方向隨意走動 無需轉身 四個輪子的輪圈高而可怕 暴滿了眼睛 活物走動的時候 輪子和他們一起轉動 他們向上飛 輪子也向上升 活物的靈在輪子裡 因此無論靈去哪裏 輪子與活物也去哪裏 活物走動 輪子也轉動 活物停下來 輪子也停下來 活物向上飛 輪子也向上升 因為活物的靈在輪子裡 在他們頭上 好像有一層廣闊的窮瘡 像水晶一樣閃爍 窮瘡下面 每個活物都張開翅膀 與其他活物的翅膀觸碰 另外兩隻翅膀用來遮住身體 他們非常時 翅膀所發出的聲音 在我聽來 就像是驚途拍岸 也像全能者的聲音 又像大君在納喊 他們停下來時 就垂下翅膀 當他們垂下翅膀暫立時 有說話的聲音 從他們頭上的水晶窮瘡之上傳來 窮瘡的上方 有一個看似藍色青金石造成的寶座 在這高高的寶座上 坐著一個外貌像人的形體 他那像是腰的部位以上 看似閃亮的腐帕 如火焰般閃爍 腰以下看似紅紅烈火 發出耀眼的光芒 他的四周有光環圍繞 像與天雲中的彩虹那樣發光照耀 這就是我看見的上主榮耀的模樣 我一看見就虎伏在地 接著就聽見有聲音對我說話